其实呢 有时候在家里一些简单的食材 然后做出一些凉拌的料理 也是很棒 放在冰箱当这个常备菜 然后呢 最近的天气也渐渐渐渐的温暖 慢慢也热了起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吃一些 比较开胃或者是负担 不会那么重的料理 那当我去逛一些菜市场啊 市场我发现小黄瓜 长得又漂亮又长 颜色也很翠绿 相信季节也差不多要来临了 大家好 我是阿倩 今天跟着阿倩的脚步 一起来制作这道 好吃家常简单的凉拌小黄瓜 非常多的朋友妈妈小黄瓜好吃的秘诀 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小黄瓜 又有一种叫大黄瓜 对不对 那大黄瓜的代语叫啥 叫气馗啊 刺东西的刺刺刮 就代表说大黄瓜小黄瓜 它们这一类的瓜类表面都会有 会刺刺的 这样子刺越多的小黄瓜或者是大黄瓜 它们的瓜肉以及水分吃起来会比较脆 多汁新鲜度也比较够 那你放久的小黄瓜基本上 它这个刺的部分会越来越少 甚至变成平面了 那我有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你 你可以把这个小黄瓜 你腌拌起来 它的颜色口感都会非常不错 尤其是颜色会更翠绿更鲜绿 有没有看到我在稍微过热水 是要做凉拌怎么还要烫 没有 我们烫的只是表面而已 等一下你看一下 我现在热水滚了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小黄瓜拿起来 表面淋一下热水 好OK 再翻过来 表面淋一下热水 我以前在做这个我的习惯 我把烫过了 我烫过水之后 你会发现两者很明显不一样 左手这边的小黄瓜比较翠绿 这里比较暗 我们只是烫表面 让它小黄瓜表皮的颜色绿色更提鲜 看一下有没有感觉烫过小黄瓜不一样 烫完小黄瓜很简单 头尾去掉 再来正条的黄瓜 来你就这样子下去之后 压一个拍下去 拍下去 拍下去 有没有 OK 它就呈现这种状态了 不规则状 有没有看到 OK好 OK 就像这样 那好了之后 我们就一小段一小段 大概3.5至4公分都可以 那这切完的呢 来剥一下 让它不规则状 没关系 油比较大的 可以稍微切一下 像这样子 好你看哦 我在切的同时啊 小黄瓜它本身组织的关系 它有重力压到之后 它自己会有分裂成一些状态 就像这样 那我的习惯 我会把中间的心 都一起给它下去 就不要浪费掉 加入这个蒜头 拍一点蒜头进来 然后蒜头头把它去掉 才不会吃到 这个头硬硬的这个口感 稍微切 好 蒜头加下来 好再来香菜 好再来辣椒 我今天用辣椒 是这种小辣椒 它比较辣 所以呢 那个辣度自己斟酌 所以我放一条而已 香菜辣椒先不要下 因为我现在要下去 拌调味的东西 一个是辣 一个是香 所以这两个 我会最后再放 盐呢是1 2小匙 加下来 那二砂糖呢 我加入的是2小匙 因为我待会会加白醋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很甜 再来鱼露 来我这边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要用鱼露 因为第一 我不用味精 我也不用什么鸡粉 加入鱼露那味道 真的很不错 它有那个鲜 跟那个酱香 那个回甘度 我觉得鱼露比 加什么味精啊 鸡粉啊那些来得好 那这个鱼露 我加入1小匙下来 1小匙的鱼露下来 这个很咸喔 所以你不要加太多 很多人会觉得说 鱼露是不是这个 这个会有腥味 那这个没有 这个就是鱼露的鲜味 如果一个好吃小黄瓜 你搭了一点点 适当的油脂 吃起来的小黄瓜 它的口感会比较好吃 香油的部分 我这里加入的是 2大匙下来 那当然我妈妈觉得 我香油不要吃这个 你也可以加1大匙 最后加白醋 我是加入1大匙下来 不用怕 我刚有2大匙的糖 所以你加1大匙白醋下去 中和一下 它起来味道是很温和的 再来熟的白芝麻 加入1小匙的量下来 那如果你不喜欢吃 你可以不要加没有关系 全部搅拌一下就好了 这么简单 来你在拌的同时 你会闻到一个醋 蒜头 还有小黄瓜香气 扑鼻而来的时候 来它再告诉你 香菜跟辣椒 可以加下去了 适时的搅拌一下 好 搅拌像我这样子 建议放在冰箱 一个小时后 再吃是最好吃 那其实半小时也可以 好 那我这个小黄瓜 我已经从冰箱 放一个小时 出来之后 你看一下 你看这颜色有翠绿吧 这不是一般 生的小黄瓜拍拍出来的感觉 看过就是会这么翠绿 虽然这一道腌小黄瓜很简单 但是腌过小黄瓜 颜色翠绿之外 它的口感已经入味了 像它这种腌好的小黄瓜 基本上你放在冰箱 我觉得三天是极限 再放下去 第一小黄瓜的鲜甜 会慢慢流失 第二它会去一直吸附冰箱的味道 所以就没有最新鲜最好吃时候的 香气以及口感 我们今天咧 很简单的凉拌小菜 在追剧聊天下酒的时候 来上一盘吧 如果你有喜欢今天影片的朋友们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 让阿清知道说 今天的影片你有喜欢 对你有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